大家好,我是红帮主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SKG的一款冰巴的一个个人使用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这款冰巴的型号是 我看一下啊 SKG JC88M3593 就是这一款 现在这个冰巴呢我们已经拿到手里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呢环境呢比较小 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冰巴作为这个书房里面的一个小的饮料柜 来看一下这是它的外观 整体的外观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曹药兔 在它所有的官方图上 看不清的是它下面有一句slogan 我来找个角度大家看一下啊 这要说一下吧 叫做享受国外生活 这句slogan我很想给它抠掉 我觉得它整体把产品的level拉低了不少 然后也让我对SKG有一个不是很爽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冰巴打开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冰巴还是很能装的哈 嗯 我这里面装了两个整箱的维他奶 不是为他的这个这个这个饮料 这个柠檬味的饮料 然后放了一点啤酒 还挺能装的 然后上面 这个灯 这里面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控制器 可以控制温度 还有控制这个灯光的开关 我把灯关上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就关上灯的样子 这个灯呢也不是很非电 官方的数据是0.5瓦 可以用它当个小夜灯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现在我调的温度 它是0到7 我调到了6 这个是官方的说法呢 是数字越大越冷 0是关机 现在我调的是这个温度 但是我摸这个饮料 感觉一般 啤酒感觉就很凉的 这样我可以直观的 用这个测温笔 测温枪来测一下 看看它的温度 饮料外面的温度是13度 12度 啤酒 啤酒还是挺凉的 冰箱里面我发现有起霜的现象 这个起霜的地方呢就到0度左右了 但是我就比较担心啊 这个起霜的这个位置会不会造成有机水往下流 然后呢因为我这个环境呢有点特殊哈 大家看一下 这个环境有点特殊 所以略有担心 回头具体再研究一下 现在我把灯袋打开 就这样子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我想说一下的啊 刚刚冰箱已经启动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这就是这就是这款冰箱启动时候的声音 在不启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噪音 同时呢这个冰箱的官方的页面 介绍了一下它的这个冷气是可以循环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啊 好 三百六十度的循环制冷啊 机器内部自上而下 自左而右的温度循环 那这里面实际上 我并没有发现这个冰箱里面有任何的空气循环系统 啊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冷冻 制冷管 它这个制冷管的位置应该是在是在 看看啊 看一下 整个冰箱后面都有 这是它制冷管是这么排下来的 这么排下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把这点忽略 不用去考虑就好了 是吧 这个就是应该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总体呢 这个冰八呢 外观还凑合 把slogan删掉会好很多 或者换一句 是吧 享受国际品质都可以吗 是吧 为什么要享受国外生活呢 国外生活是哪啊 我是美国啊 我是爱塞尔比亚啊 是吧 建议官方把这个 去了 好 其他的除了噪音稍微有一点 别的还都好 用一用再说 好吧 那好 那今天就这样 OK 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